那這樣有沒有拿人家錢 有沒有 我就看到了 你說沒有 馬來西亞人來騙台灣人錢 拿出來啊 警方大聲呵斥 這名23歲的馬來西亞籍男子 因為他是詐騙集團車手 警方當場人賬巨貨 新北三重一名王姓老翁 遭詐團話術拐騙 先給出25萬 堅信自己是投資股票 詐團又在要求王姓老翁 拿出200萬 王姓老翁的兒子覺得不對勁 請求警方協助後 在面交地點埋伏歹人 車手一開始還不斷裝傻 遭到遠景嚴厲斥責後 才終於把200萬賬款交出來 訓後以詐欺罪移送新北地檢署 我出自證件 我出自證件了 我出自證件了 你配合我們好不好 我配合 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你配合我們 身色衣服男子同樣是馬來西亞籍 持觀光簽證來台遊玩 卻化身詐騙車手 還緊張得哀求警方不要抓他 原來新北一名彭信男子 在臉書平台看到 高獲利股票投資廣告 加入賴聯繫後 下載詐團圍造的假投資軟體 陸續將600多萬元 面交給詐團成員 後來詐團實水之位 要求他再交210萬投資金 博士尼男子查局有意才趕緊報案 警方逮到人後 在現場起貨假工作證 取款收據等證物 全案訓後依詐欺 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依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中間新聞 新北報導